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星期四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澳洲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的澳洲股市经过连续两天的下跌 昨天终于是摆脱了过去的一个二年跌 迎来了本周以来第一天的上涨 那么截止收盘的时候 澳洲股市是总共轻微是上涨了0.24% 收盘是收在了5801点 那中国股市则继续出现上涨 上证指数目前是达到了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上证指数收盘是报价 昨天是收在了3261点 累计涨幅达到了0.2%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上海方面也是出现了一个三连涨 目前最新价格已经守在了3250之上 那么在欧美方面 欧洲股市昨天轻微上扬 幅度在0.5%左右 而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继续创新高 目前为止 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创新高 创下过去40年以来的最好记录 同时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则出现了轻微的下跌 但是幅度可以忽略不计 在其他产品上面的黄金出现轻微下跌 但是石油继续续维持在大约是53块5毛钱附近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美元价格则有轻微的回调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在金融市场里面 投资者是通常被称为两类 主动和被动性投资者 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我们在之前不同的报纸媒体 或者是文章里面经常会看到 这个媒体人把投资者是分成了两类 有的叫做主动投资者 有的叫做被动性的投资者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那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投资者通常来说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但是呢分类上面呢 却可以分成两类 你可以说是主动的或者叫积极的 但是呢另一边 你不能说是不积极的 因为这个词太不好听 所以呢我们叫做被动性的投资者 那么这两类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大家都觉得呢 主动性和被动性虽然都理解 但是你要放在投资上呢 可能有一些含糊不清 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成啊 主动性的投资者和被动性投资者 就比喻成这个恋爱中的男生和女生一样 你主动性的投资者是积极的投资者 那他就像男生一样 你要去追人 你自然要去约人家出去看电影啊 去吃饭啊 去逛街啊 那么主动性的投资者呢 往往也会在短期之内呢 找不同的机会 找不同的信息 经常呢会更换手中的投资产品 那么往往对于这一类的投资者 我们称之为叫做主动性的投资者 那么什么叫做被动性投资者呢 那与之相反的是呢 他就像是恋爱中的女方一样 往往呢比较被动一些 就不会主动去约人啊 别人给你的信息告诉你出去 那他才会出去啊 那么反应在投资上的话 投资投资上的话呢 也同样啊 他很有可能呢 喜欢比较长期啊 或者是不太变换的持有某一类金融产品 也就是说被动性投资者呢 往往相对于来说比较稳定 看趋势是比较长期一些 那么这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你到底是做主动性的好呢 还是做被动性的好呢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疑虑 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 虽然呢可以把投资者是根据他投资类型和和他的分类 分成主动性和被动性 但实际上呢这两个类型并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你并不一定是说你主动性的就一定能多赚钱 被动性的呢就一定能少赚钱 而事实上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性投资者的资金啊 反而没有那些被动性投资者多 因为被动性投资者他往往看的是长期 看的是稳定的效益 因此呢他投入的资金 反而会比那些主动的经常会去变化的那些投资者呢 要投入的更多 而主动的那些投资者呢 由于经常会更换 经常会操作 因此在大资金面前呢 很难做到灵活的切换 因此在资金上面来说 反而是被动的要超过主动的 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那我就永远就选择被动的好了 那其实也不是这么说 我们知道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风险风险 或者说是投资组合 那什么叫做组合呢 组合自然就是时间长短的组合 就是你投资一个产品 是长期回报还是短期回报 那么这个产品风险是高还是低 它都是一种组合 所以那放到我们的投资产品上去呢 你不一定全部是做主动性的投资者 或者呢 你全部都是偏向于被动性投资者 其实呢 它两者是可以兼顾的 我们就像之前说到的 如果你现在没有太多时间 没有太多的经验 那很有可能呢 你在开始的时候 比较适合于从事被动性投资者 也就是说看准机会之后 终长线持有 但是如果只要你有时间 或者有经验 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点存在 那么你就可以去尝试 做一个主动性的投资者 可以用少量的资金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呢 去测试新的策略和新的产品 直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所以呢 总结的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好坏对错 对于主动和被动这两个类型来说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尽量是因地制宜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些切换 我们可以把大部分的资金 放在呢 一些被动型的投资产品上 做一些中长期的投资 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那看图的时候呢 用的也是一些四小时一天 甚至于是周线图 那么对于那些少部分的资金 我们则可以尝试呢 使用主动型的投资策略 那么往往这反应在交易上呢 可以变成了几天 甚至于是当日交易 因此啊 快进 快慢 这个有快有慢 有长有短 风险 有高有低 这个呢 合理的搭配 才是一个我们比较合适的 一个投资的组合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 有关主动和被动型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今天澳洲时间晚上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每周一次的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接着往后看呢 到美国澳洲时间凌晨3点钟 美国会发布每周一次的 石油储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